字幕提供 來到數據尋寶 星期三今天有Kenny在這裏 早安Kenny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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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問問你講甚麼題目好呢 你便說選一些和復蘇相關的 我就想復蘇可以選甚麼呢 因為大家又說擔心會否消費的需求不夠好 或者會否繼續受累著經濟增長速度不夠快 你便說其實可以留意尊少少的 選一些航空類的板塊 其實相對上是買得穩固 為甚麼這次要特意看中資航空股市 沒錯 我想這段時間大家對於下半年內地 經濟的復蘇比較關注 其實看回今年的上半年 其實有一個行業本身在復蘇方面是做得相當不錯的 這一個就是中資航空股 看回民航局的數據 今年上半年或今年頭五個月 其實國內航線和國際航線 在在客數量都落得大幅飆升 當中國內航線升幅超過一倍 國際航線更加大升超過十一倍 當中最主要是受惠內地重新開放 這個邊境的優惠措施 看回剛剛公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 當中亦有提及到 未來下半年會繼續擴大海外航線的數量 變相對於航空股下半年的復蘇 我相信仍然有一個不錯的支持力度 但有一個比較好奇的就是 一旦大家說內地的青年失業率高 加上消費上審慎 這樣的情況下 為何其實航空股可以說 易住的勢都可以繼續有這麼強勁的增長 其實原因在哪裏呢 我想分開幾方面看 始終失業率和內地 當中如果以工業來計 受到一個失業率或者說就業率的影響 就比較大一點 而如果說在消費方面 其實內地今年上半年 整體的消費復蘇力度 是有一定的波動性的 但消費不同行業之間的表現比較參差 當中牽涉到一些出行、旅遊 相對來說復蘇勢頭是更加強勁的 譬如我們見到一些大時大節 見到一些旅行數目 或者說一些機票的預定量 其實都相當不錯 所以我相信在整體的復蘇當中 或者整體的一個消費當中 中資航空股會是其中一個 值得大家去留意的板塊 是的 還有我們剛才所說的 都是一些市場的擔心 而我們的數據陳寶 重點是甚麼呢 要用數據來跟大家說話 到底今次的中資航空股 的復蘇進度是怎樣呢 我們用一個方向來切入 如何去找數據 用這三大中資航空股 其實他們都發了一個刑警 大家聽到刑警 就馬上說是否要輸錢 或者多數代表甚麼呢 好像昨天我們另一個尋寶嘉賓 Eric也提過 意味著企業對於未來的盈利前景 可能是一個看淡或者負面的看法 但是其實有時候 刑警或者刑起都可以是假的 為甚麼呢 因為Kenny幫我們找到數據 其實實際上這些刑警發了出來 虧損是有收窄的 是嗎 沒錯 一般發刑警是指當期的盈利 有機會出現虧損或者下降 而三大中資航空股 在過去一段時間 亦都分別發了刑警 表面上是叫刑警 事實上我覺得是一個潛在利好的 因為始終它的虧損金額 相比在一年之前 其實都是一個不錯的收窄情況 所以這次第一輪篩的篩選條件 就是要看回剛才提到的三大中資航空股 即是國航、東航和南航 他們上半年發了刑警 雖然說是輸錢 但其實是虧損收窄的 減少虧損的比例、百分比 到底出來的盤數 是怎樣呢 拿一個放大鏡出來一起審保 好,今天結果出爐了 虧損比例最少 即是減少虧損比例最少 就是國航和南航 其實東航都不需要 即是說他們虧損的比例 少了七成多甚至八成多 從第一輪圈看 雖然說國航和南航 好像算是略為跑贏 但都看到勢頭是怎樣 整體來說都不差 沒錯,其實三大中資航空股 他們整體和行業相關性非常高 其實大家都受惠整體行業復甦 但未必每個投資者都很清楚知道 每一隻究竟復甦程度去到幾大 而這個表總結上半年三隻航空股 他們的虧損情況相比去年來說 究竟改善的幅度有多大 透過這個表反映出來 相對來說,各行和南行 在扭規或復甦方面 走得相對比較前一點 亦都是因為這個預期 相對往後實現盈利 在時間進度方面 亦都相對比較領先 我們從第一個指標 蝕少了錢 記住 現在我們在計劃這個條件 叫蝕少了錢 國行和南行已經略為跑贏了 當然要進入第二個篩選條件 剛才說的是蝕少了錢 現在就是更加實際的 他們的運輸能力有沒有改善到呢 我們就用上半年的運力 去比較疫情前的情況 到底恢復了多少 其實始終你在疫情期間 是一個非常低基數效應 比較就不公平的 用疫情前比較是最實際的 沒錯 因為始終剛才說 上半年是反映著過去的情況 如果下半年內地 真的有一個不錯的復甦步伐的時候 航空股怎樣去捕捉這個復甦勢頭 始終就算整個行業復甦也好 如果你的運力跟不上 可能說你的復甦也會打壓折扣 所以看回他們的運力復甦的進展 就可以比較容易反映出來 未來的受惠程度 沒錯 所以這就是更加實際上看到 他的核心業務 復甦的進度好不好 立即把放大鏡出來再次尋報 好了 累到第二回合 都是繼續看到南韓和國韓都贏了 那麼 復甦的進度是怎樣呢 南韓上半年的運力加熱交易前 復甦到九成一 國韓就八成九 東韓都要提回一句 其實它不是特別差的 數字都是非常好的 對比他們差一點 七成九左右的復甦進度 其實既然我們在兩回合篩選結果 由刑警到看到虧少了錢的航空股 加上今次就是運力 交易前的復甦程度 都是看到南韓和國韓是跑贏了 贏了 兩隻都OK 那最後要怎樣做最終篩選呢 是的 兩隻當中 最後我可能會選一隻南韓 因為除了剛才兩個數據不錯之外 其實南韓前段時間 它做了一個配股集資的活動 對於往後 可能投資者對於它的資金需求 相對不會太緊張 同時也沒有了一個再配股集資的憂慮 變相對於投資者 可能在信心方面 就會更加充足 始終配股集資 大家看到這些新聞 多數國家會怎樣反應呢 就是可能會跌一跌的 這也是一個市場擔心的因素 看看股價圖 其實如果它的走勢 近期開始在低位上醞釀 或者保利家 其實看到什麼呢 保利家通道開始在收窄 亦都是在上軸地徘徊 似乎有一個趨勢 是不是醞釀一個爆升的情況呢 現在大概你看到5.1 這個爆升在哪裡發生呢 我想現在維持著一個比較強的 一個明顯的上升勢頭 暫時有一個不錯的趨勢 我自己相信往後股價 表現得會比較平穩 而剩下半年 我相信目標價 有機會去到5.1附近 即是如果用5.1設定目標 在下半年看 那是不是這一刻去部署呢 因為始終這個關鍵點在哪裡呢 就是剛剛內地中央政治局會議 都放出了很多不同的信號 或者支撐經濟 大家都說了 這個是大方向 逐步的政策落地是需要時間的 那這個是不是就是買入點呢 我相信會的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 其實股價的波動就不是特別大 所以如果投資者 希望可以留意更加低的位置 我覺得就不要說特別低 因為未必就可以去到 所以我相信大概4.65到4.75 那附近其實作為第一陣買入 去作為半年的持貨 或者目標去看的話 我相信是一個不錯的部署 明白了 始終記住今次選擇航空股的方向 都是看一個跟著經濟復甦的 一個投資的方向來的 所以就不是說短刷一兩天的 剛才也看到可能一個半年的部署 多謝Kini今天的選股 這節講到這麼多 一節的財經消息 內地汽車業界預計 今個月的銷量 終止今年以來 逐個月上升的趨勢 城聯會預計 7月份乘用車零售銷售量 大約173萬架 按月跌8.6% 按年跌4.8% 因為稅務優惠的消息 令到基數較高 當中新能源車的銷量62萬架 按季跌6.8% 按年升2.7% 滲透率近3.6% 城聯會形容 6月份受到政策和速銷的刺激 以潮難以持續去到7月 結果需求略為回落 如果下半年更多地方支持車市 又有大量的新車款推出 相信可以帶動銷量 據報內地要求部分鋼廠 今年不能增加產量 路透引述消息說 全國最大鋼鐵生產商保姆集團 旗下三間鋼廠收到官員的口頭指示 今年的產量控制在去年的水平 在天津鋼廠更加被要求減產 相信和控制污染和碳排放有關 但在天津和河北部分鋼廠表明 沒有收到限產的通知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 上半年內地粗鋼產量5.3億噸 按年升1.3% 去年的粗鋼產量接近10.2億噸 財經消息到此 回到節目時間 先看看恆子初段時間的表現 繼續變動不算太大 早段跌過145點 其後跌幅一度收窄到不足30點 最新的恆子又要跌過百點 116點跌幅 19,318點 至於我們股市 今天全線都是繼續要回吐 上證指數跌9點 3,221點 深淨成分指數也要跌46點 看看在這個小時內 整個市場有甚麼重要因素 市場焦點方面 可以留意一下 在這個人行有逆稅 即是有些人事變動 這個人行行長易剛就被免職了 接下來就會由潘公盛去接任這個人行行長的地位 他也是如果做得到人行行長 也要主管買人民幣了 順勢看完人民幣走勢了 尼岸價早段都曾經是去到7.13水平的 最新下一點7.16這些位置 中間價今天就開在7.1295-1美元 就去到6月19日以來的高位 看看在A股的資金方面 昨天的北向資金、外資買得厲害 現了年半以來最大規模的正流入 今早早來算 暫時輕輕還是要流出 去到大約11點半鐘左右 今天要流出大約5億人民幣左右 對於A股的後市怎麼走 我們請教嘉賓 有Kenny在這裡 HelloKenny 你好Crystal 看著版面上有主要兩個大的條件 第一就是人民幣 現在就約了一點 不算是很弱的 7.16這些位置 第二就是北向資金 暫時又要再輕微再轉回淨流出 對A股來說 是否暫時回套都是正常呢 我想都是的 因為始終近段時間 A股市場都是主要受到一個 即中央政治局的消息所主導 同時看到昨天上陣有一個不錯的升幅 在成交也有一個顯著的增加 昨天連上海加深圳 總體成交 是差不多有1萬億人民幣 即是反映出投資者 在那個熱情 或者投資的情緒面 其實都有一個不錯的改善的情況在這裡 我自己預計在市場 仍然對未來消息面 會有進一步細化和落實的憧憬之下 都不排除這一次 內地股市的反彈力度 或者趕持久力 會有進一步往後出現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上陣 有機會延續一個反彈的趨勢 暫時來看上陣 曾經在6月份的時候 見過一個高位 3276點附近 我相信以這一次反彈目標 可能這個都是一個短期 一個比較主要的目標 OK 都是看著 接下來的政策再去法力 但是現在好像就一些外資來看 那些大行 他都說到 可能那些政策 其實未必那麼有迫切勝出 你自己是否都不同意 覺得接下來政策會陸陸續續出來呢 還有如果是這樣 大家看政治局會議開完 又是在內房消費這些方面 到接下來還要有些什麼政策 出到來才令到市場覺得收貨這些政策 是可以幫助到市呢 我想具體什麼政策的出台 我覺得就很難去猜 還有對於政策的市的影響 就要再後續去分析 但是我覺得在政策一日未出到來之前 我相信市場都會繼續去想 內地會出什麼招數 同時從這次會議的內容來看 我覺得有一點相對為市場 是帶來一個比較有驚喜的地方 就是大家本身都是憧憬著 內地會出什麼招數去支持實體經濟 或者不同行業的措施 但是他這次提到活躍資本市場 我相信這一點不多不少 都是為市場帶來驚喜的 因為始終如果針對著資本市場來說 就未必完全是從一個經濟實體面 去作一個落墨 所以我相信在這個政策之下 我想市場對於未來 包括會不會在一些交易徵費 甚至乎是其他一些不同的配套政策 我相信大家都仍然會有所期待 OK 除了這方面之外 都要看其他一些業績情況 A股方面 昨天就有一隻重榜股 寧德時代公佈了業績 我們看看寧德時代的業績表現 見到它上半年來計 這個順利就說可以倍增 就賺到207億人民幣 如果是單計第二季去看 這個順利都有108億人民幣 按季都可以增長到超過六成三 公司也都說這個順利大增 就反映全球電動車市場的銷量上升 還有是歷年遲的原材料價格 就回穩一點 Kenny 對於這個業績 你又看不看好呢 就看看寧德時代來計 今天反而還要跟著大市向下 是否市場仍然不收貨 還有接下來 可以保持這個增長 我也同意 因為這個業績 最主要反映著兩大因素 包括了一個收入規模的增長 受到行業需求所帶動 第二個就是上油原材料價格 在今年上半年有一個比較大的回落幅度 亦都令到寧德時代 在毛利率方面 有一個輕微改善的情況 我相信在原先市場 都對這份業績有所憧憬 這個導致到今天業績出來之後 股價出現回軟的情況 第二點就是從這次毛利率 雖然有所改善 但是那個改善幅度 相對市場原先憧憬 其實可能還是有少許落差 或者說的是缺乏驚喜 我自己對這份業績總體上的看法 都是普為正面的 因為我覺得 在這個數據所反映出下半年 這兩大因素仍然會有機會 主導著業績 或者是繼續為業績 帶來不錯的支持 同時看到海外業務 佔比也有一個提升的情況 變相除了國內市場 可能有一定的復甦波動性之外 我們看到海外市場的增長動力 相對市場的增長空間也都比較大 所以無論是下半年一個業績情況 或者說未來一個業務前景 我相信仍然都是值得投資者去看好 因為始終以行業的地位去計算的話 它的節衝相對比較領先 其實大行也都是看好的 包括付稅也都調高了評級 因應業績之下調高評級去買入 它都說 因為整個在市場競爭的環境之下 它們的動力電池的利益 都比市場預期還好 還有第二個 就好像Kenny所說 都是在龍頭地位 它們的市場地位 它們的貨幣、供應鏈那些技術 都仍是領先的 所以就調高了評級去買入 不過Kenny在靈德時代的股價來看 就好像都低殘了一段時間 雖然就在圖上 看到有一大棍的裂口 但是當時也是 其實就是一個派息的因素 所以導致它的股價好像跌了很多下來 不過就撇除那棍之下 但是近幾個月 股價都是橫行 現在還要等什麼才有突破呢 好像說到整個前景 說技術都無人能級 那股價什麼時候才可以有起息呢 沒錯 過一段時間 見過股價表現 就不算是特別亮麗 處於一個橫行的水平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在過一段時間 其實整體的市場表現 就不算是特別理想 包括上證指數前段時間 都跌到3200 甚至是3200以下的水平 所以寧德時代作為一個大盤股來講 其實相對指數 表現得屬於比較強勢 我覺得這個已經反映出 基本面仍然是不錯 這個因素也都會導致到股價 相對大事比較強勢的因素 那往後呢 如果大事有機會出現一個 不錯改善的走勢情況之下 相信寧德時代股價 亦都會表現出比較有起色的情況 OK 那還要等往後再去看 寧德時代來計 因為現在的股價都要跌至 借近百分之一 港股的利業股就不算多了 都是兩隻 天齊利業、禁風利業 兩隻今天來計 都可以逆時靠找到的 那Kenny 對於港股這兩隻的利業股 你有什麼看法呢 保持著都還是很弱 利業股我想近段時間 有一個新的因素 可能大家要留意的 因為國內的利的期貨 正式在內地掛牌 掛牌頭的交易日 那個價格出現一個很大的波動 而利業股的股價 亦都跟隨著利業的期貨價格 出現一個比較大的波動 所以短期來看的話 投資者應該要關注內地 那個利期貨價格 將會是對你股票 產生一個比較大的影響 當然如果再中線一點來計的話 我自己預計 在上游原材料價格 那個持續調整的情況之下 可能短周期來說 你業股的股價 都未必說會有太大的一個 起色的一個表現 相對來說 可能中游或者下游整個行業 那個部署會更加理想 剛剛Kenny提到 說這個利的主力合約 看這個碳酸利期貨主力合約 其實昨天也升得很誇張 去到足球升停 升幅都要求近百分之七 也帶動昨天的利業股 除了就大市因素之外 這也是另一個因素 令到昨天的利業股去推升 去到最新來計 兩隻仍然都是靠穩 謝謝Kenny 休息一下回來 跟其他股份 來到即時脈搏的時間 昨天港股可以大升到七百點 不過今天出現回吐 港股一度要跌超過一百點 曾經跌穿條二百五十天線 今早早另跌的行業 包括一些汽車股 今早普遍都要有回吐 成聯會預計今個月乘用車的銷量 會終止今年以來 每個月都有得上升的趨勢 估計七月份乘用車的零售銷售 按月會跌百分之八 按年就跌百分之四 形容六月份受到政策和促銷刺激 這個熱潮難以持續到七月份 股價方面 見了小鵬汽車跌百分之六 零跑汽車和長城汽車跌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 令跌的行業留意科網和軟件股 部分股份今天來講有回吐 包括美圖公司跌百分之四 至於不利不利跌百分之三 領章的行業包括中資電力股 今天普遍的股價見到反彈 當中華能國際電力公佈了中期業績 上半年可以轉賺接近六十五億元人民幣 見到華能國際上升百分之二 華映電力上升百分之一 至於中國電力上升不下百分之一 報三元零八仙 金礦股今早也有得升 我們先看看 好 繼續節目時間 這一節有幕後男人Casper在旁邊 現在看到大使繼續沒有太大變動 都是跌百多點鬆一點 繼續在一萬九千三這個水平 復復著上症和深症昨日升得急 今天都輕微回調發 上症跌6點 深症方面跌28點 再次失守晚一點這個水平 問了你的大使 昨天因為有政治局會議 多個政策方向刺激到大使氣氛 可以爬上來一萬九千三這個位置 今天都大概這個位置拉腳 但是似乎市場仍然在觀望 始終今晚又要看美國意識結果 沒錯 沒錯 所以預計今天的走勢 是否都是復復拉腳的格局 今天應該是悶一點 因為昨天拔了七百點上來 你沒理由今天又一枝箭上去 即是廣估的圖案和現在這個成交都不遲 但是起碼好事就是第一件事 我們摸一摸行指圖 底是有底底高的 即是你見到底是逐步抬升上去 雖然你說我看著上面那條線 都是一路 你會見到一頂就低於一頂 好像是一個收窄的格局 但起碼你會發覺昨天這支足 這個成交量是一千四百多億 所以你會見到就是我低位 看到打到一個鏡頭底的時候 接著放了一個大的成交量出來 然後昨天和今天再突破上來 所以其實整體走勢上 這個我會覺得是挺漂亮的圖 只不過它還未正式在圖形上突破 起碼叫做企穩座 所以我會覺得雖然我們現在聽的 那些政治局會議都是指紋樓梯響 框架 但是你見到市場上面是有些反應 有些北水下面就數了百多億貨 所以這個市場就像企穩的一個格局 所以我覺得就沒有需要太擔心 可能都是這段時間復復一下 過了期指結算 可能八月份的時候有機會再供多波上去 暫時都是觀望著 還有一件事其實除了北水有掃港股 就是北向資金都有數的A股 昨天流入了一百九十億進去A股市場 亦都成交數據 整體來說都是好像多一些客 可能A股站得穩 看看會不會都支撐到港股表現 好 和你大肆說這麼多之前 因為想和你快趣跟進一些異動股份 包括狗毛狗 它就是大家都熟悉了 內地經營產業的 它發了一個營起 預計上半年的收入盈利 可以有最少2億多人民幣 多賺2.8倍 收入方面增長5成多左右 因為集團截至6月底 營業餐廳總數 去年同期的475間增加至621間 營業日數也增加了 這次這個營起就是可以預告 就是放寬風控疫情後的首份中期業績 股價高3%之後 其實亦都看到升幅進一步擴大到 剛才升過6% 上位14元以上 你覺得這次這份營起最驚喜的位置在哪裡 市場購買哪個位置 其實是一個很正常的疫後復甦 沒有必要 我真的想到 為何突然營業績這麼厲害 如果它這個位置不復甦就糟了 如果再不復甦就糟了 如果再不復甦就糟了 那些人全部都出回旅遊消費 其實這個數目我覺得是應該的 我自己會看 這個亦都叫做好過預期少少 因為本身大家會看消費數字 三騰馬車 大家會看到 你那些零售銷售 那堆數字為何這麼弱 所以可能會令大家本身對於這些類似 餐飲業消費的公司 可能本身的預期會低了 所以現在你說出國 也有50%多 我覺得是交到功課 而且其實是可以的 所以這次的故事就是 我上半年已經做2.2億 那下半年你論上那條數 你是孫菜瑜 有少少打火鍋 前面有個爐 那這些其實應該是下半年 在冬季的時候 它的業績是會更加好的 那如果再去進去 這樣的話 那會不會下半年就是 你那個業績的條數 還好過現在呢 那加上可能是5億多 甚至是6億的 你如果全年去計算的話 那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現在計算30倍PE左右 不是太貴的 那我想其實大家就是在想這件事了 是的 那你再找多一點 因為走勢上 其實真的由年初至今 一直殘到現在 那6、7月一直在低位的環行住 今天就算是有少少走勢上 是不是要突破一點點呢 起碼就叫做 好像站穩到條50天線 因為看到跌穿了之後 都一直是一個很大的阻力 但是也都看到頗大條上影線 到底這個市場 是不是真的想在這個位置儲貨 還是怎樣 那個勢就一定不是特別漂亮的 就是你看到 上面的頂 就是你這裡一大堆蟹貨在上面 這個一定是走不掉的 但是起碼我們就是第一件事 看到12元左右這些位置是有支持的 是 然後你突破上去大概50天線的位置 好像沒什麼力了 要上影線 那所以現在就可能是 大概在這些區間裡面走 那15元左右 這裡有個前勢的頂 那可能會有些阻力的 上去的那些位置 可能回一回 或者擋一擋 再重新再繼續有動力 那也不奇怪 但是短期來說 起碼我們看到 就12個嶺那些位置 就開始有少少的支撐力度在 那所以你說下跌的風險 未必說太多 只不過就升的話 你要慢慢給點時間 它消化之前的股額 OK 暫時有機會還是要短期運行 那今天叫做 出了盈期之後 升過6% 現在呢 升勢再回順了一些 似乎可能有些人都找位 走一走 也不奇怪 暫時升了4.7% 其實不知9無9的 另一隻內需來的股份 就是經營酒館的海鱗屍 日前都發了營起 那他就預計中期 就可以規轉營 其實現在有沒有說 可能憧憬一下 就是這些餐飲類的板塊 會陸續發營起呢 還有就是剛才也提到 現在或內地的經濟 好像復甦進度 沒有預期那麼強勁 但是他們都照發出一個營起出來 會不會其實那個看法 有沒有市場原先這麼悲觀 我想其實怎樣都叫有改善 因為整體去看的話 你看到就算零售銷售 各方面的數據是差了 但是其實你看回 我有些朋友走上去 乘坐高鐵 去內地旅行 即是頭等可能刺跌 始終貴 但是你看到整條高鐵 真是人多 真是爆炸的 即是旅遊 未必好像以前那樣 大家會覺得 整件事很奢侈的 走上去澳門 整搭錢掃進去 不是那些 但是起碼 不是完全沒有人去消費 不是沒有旅遊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之前大家以為就是 大家全部回鄉下 在這個一線城市裡面 那些人可能找不到吃 這樣翻三四線 但是這件事 就未必想到這麼差 可能會有少少那些 即逆後的反彈 慢慢都會走出來 所以你會看到 這堆公司其實都慢慢有些改善 我想起 最近有嘉賓上來 就說去北上看錯 過程中 都有走過 沒有在港股上市的 那種內雪的柴 原來現在深圳 都還在排隊 很多人 都還要等九個字 才買到一杯 到底那個情況 是不是相中那麼差 其實有時說 上去看看 又不是真的那麼差 所以為什麼市場 都還在買這個板塊 那些又不是很貴 一杯拆其他物 盈利 看看到時怎樣 業績出來有沒有改善 今天整版差飲股 國別酒九毛九跑出 這次和你聊到那麼多 好 現在小心